今天就是这个时间 好了先说几个问题啊 就是昨天开大大的小伙子说 为什么经济 就是政策会这么决定 这个股票的走势 是不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 这个呢我要先说一下 可能他本身在中国 待的时间不太久 所以呢对于这个呢 有一些其实不是他过度 不是我过度解读 而是整个中国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待过的都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股票 其实完全就是靠政府的意识 在走的啊 这个其实跟这个国家企业 就是跟这些企业的这个 年度报表也好啊 跟他的这个收益啊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 就是中国的股票 它不是按照经济规律去走的 这个我先跟大家说清楚 如果你们不认同的呢 也可以拿出来辨议一下啊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中在中国的99%的企业 其实都是由国家掌控的啊 这个我说句实话 99%有99%的大企业啊 我要加一个大字 99%的大企业都是由国家掌控的 不是由国家掌控的企业 基本上就一杆子搓到底全部打死了啊 就比如说像像新东方啊 就是余敏洪啊 余敏洪现在要去养猪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吧 余敏洪要去养猪了 阿里也要去搞农业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吧 包括阿里这种大企业 它也都是有国家在里面参与的啊 但是是国家的某一些领导人 不是就是现任的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阿里呢 就被打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这些涉及政治的 我们就不再说了啊 就是说在中国的所有所有的股票 其实都要看着政治的脸色来 来去买卖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在中你可能你生活的这个场景 是在加拿大 在美国 你认为这些东西跟美 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我只要看好这个 这个企业的这个 它的这个盈利额 看好这个企业以后的发展 不就行了吗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这个话说的就有点像什么呢 余敏洪曾经也说过啊 去年余敏洪跟马云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个企 我们这个教育 余敏洪说我们这个教育企业 可以做一百年 然后然后马云说了一句话 马云说教育可以做一百年 但是你的企业活不了三年 然后今年就挂了 大家都知道 今年就挂了 所以来说呢 马云真的是乌鸦嘴 好吧 这个事情就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在中国一定要了解政府的政策 不了解政府的政策 你想去玩这些股票 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来分析一下 因为昨天我都是在讲这个消息面的问题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消息面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其实这个消息面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这里呢 再次强调一下 不要把昨天我们的课当成一个听故事的课 那就完了 其实听故事的课你不需要在这里听 而且呢 消息面对于我们这个股票的这个走势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今天呢 再通过技术面给大家分析一下上证 分析完了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因为昨天咱们的 咱们的黄金啊 美元指数啊 外汇啊 都分析过了 但是唯独上证 我都是从消息面在分析 好了 首先第一 就是明天这个北交所开市 北交所开市了以后呢 目前肯定是一个利好 但是呢 上证呢 现在走成这个样子 上证走成这个样子 那么上证是不是代表着 目前来看是不是代表着多头已经形成了呢 不一定 我目前来看啊 来我打开一个话图软件 大家听得到吧 看了一点声音没有 我刚才说的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好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先我们注意一下 首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低点 大家先来确定一下 这个地方的低点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超低点 也就是上周 上周11月10号星期三的时候发生的 星期三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这个 大家还记得我们 我把这个黄线给删掉啊 这些 这些 好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是怎么分析的吗 我上上周的时候 也就是咱们的第一期课 第一期课开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是怎么分析的吗 我说上阵还往下打一下 大家记得吗 我说当时我说上阵还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当时好像是在这个位置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当时说的是 我说这个上阵还往下打一下 要戳一下这个位置 还要戳一下这个位置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记得吗 记得的可以在群里打个1 记得吗 有没有人替我做个证的 我是记得非常清楚 发来记得 就他一人吗 阿祖记得 你们其他人都没关注吗 陈科记得 那么后来基本上按照我的趋势是在走 可能稍微差一点 可能有人说 你说的是在这个位置 你说的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看中间差了将近 看一下 差了将近200个点 差了200个点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位置 我们所谓的一个位置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一根线 大家首先要搞清楚 就是我当时画的是这个位置 我当时画的是这个位置 那么我当时画的这个位置 并不是指这一根线 大家首先不要去较遮 这是一根线 你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区域 我一直要再强调 因为我们后面的课 就是要学会画结构线了 所以来说这个是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指的是上下有浮动的 你不要以为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线 你就以为你就是这个线的位置 你看你离这个线还是差点距离 你说错了 你要这样说的话 任何的东西就没法做了 因为做这个交易 不可能精确到那么精确 没有可能做到那么精确 所以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区域 我当时画的是3427.6 我当时画的是342 然后它现在当时跌到最低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3448200个点 好我再说一下这个点 这个点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我稍微再说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首先 这个点数呢 并不是按照你们现在所认知的 你比如说我当时画的这个数值 我当时画的数值是34 好我们来个计算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因为我们后面要进行操盘的话 我们要自己会去算点数 对不对 好我们当时 我当时说的是3423 3426.8 好3426.8 我当时说的 它的可能会跌到这个位置 后来它跌到什么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3488.4 好我们来看一下 34减去 3448.4 好 可能有人说你这不差21.6吗 是这样的 在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证券交易里面 没有这种算法 在这里说一下 没有这种算法 那么在我们的证券交易里面 这个数值就是216 大家记住 在我们证券交易里面 这个数值就是216 这个小数点是要去掉的 首先这个小数点是要去掉的 然后216 21.6其实就是216个点 大家听清楚了吗 大家听清楚了吗 就是216个点 没有听清 没有听懂 零 什么 零 216个点 记住大家因为 什么 就一个点等于10是吗 不是的 什么一个点等于10 不是这样算的 就是一个 这个数值 它有三维数 那么从三维数里面 你把这个小 把小数点去掉 一个点就是一个点 大家记住 在我们证券交易里面 一个点就是一个点 你不要把这个21.6算成了21.6 你应该把它算成216 好吧 这个我跟大家 先在这里先买一个 先买一个雷 后面我们在做外汇的时候 再跟大家再来细说 这个点数的差距 因为它每一个外汇的这个算法 也还有一点稍许有点区别 但是大致是按照这个来的 包括黄金 原油 美元 这个美股 都是这样算的 好了 这个 这就是我上周 上上周说的 我当时 对于上周的这个看法 那么现在我是怎么看的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可能现在你有点听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听不懂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听 然后自己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个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排面里面 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首先你要搞清楚 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对吧 那么下跌的趋势里面下方注意一下 这一块 是成交量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成交量非常重要 我会在后面的课 专门来说成交量 这一块 成交量相当于是什么 如果股票 如果这个里面的蜡烛图 那么这个蜡烛图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士兵 把它看作是士兵军队 那么这个呢 这个成交量呢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这一个军队的 粮草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叫什么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那么从成交量 是可以看出后面的一些走势的 当然只限于部分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在中国的期货 中国的股票是可以的 美国股票呢 部分是可以的 外汇无效 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 中国股票是可以通过成交量 来预判后面的这个走势呢 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股票呢 它是在国内进行发行 而国内的发行商 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 那么由国家统一管理 就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很简单 它的数据可以非常全面的收集过来 大家听懂了吧 就是说我现在 比如说现在有100万股 这个大家注意 它是1万 也就是这是1.5亿 这是3亿 这是4.5亿 这是6亿 大家注意下方的这个单位是万 那也就是说万万就是6万 6万万 那就6亿了 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里面单位 那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不会有任何的瞒报和谎报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成交量是比较真实的 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 不会有太不会有误差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不会有误差 好了 那么这个东西放到美股和这个外汇会是一个什么情况的 我们打开 稍微讲一下这个成交量我后面还是要讲 但是呢 现在先铺垫一下 因为后面呢 总是要涉及到这玩意 总是要涉及到这玩意 外汇呢 大家知道外汇市面上的外汇 那太多太多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比如说像人民币发行了多少 我估计国家自己都不知道 那美元发行了多少 估计国家也 美国也不知道 那你说欧元发行了多少 可能欧元和英镑可能稍微的拉个一点 所以来说你说成交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下方也是成交量 那么这个成交量 做不做数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抹掉了 这是外汇黄金的成交量 因为美黄金和外汇基本上属于 基本上属于开放市场 所谓开放市场就是什么呢 稍微拿到一个牌照的人 全世界拿到牌照的人 都可以来进行交易 就是全世界拿到了 这个黄金和外汇 这个牌照的这个证券公司 都可以在他的这个证件交易所 进行交易 那么这个在这个证件交易所 进行交易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世界上是并没有一个 统一的证券交易所 来收集这个数据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成交量 只是这个平台的成交量 注意一下 我说的平台有很多 可能有1万家 可能有10万家 我们不知道 我在这里不去做猜测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交量 只是这个平台所产生的成交量 那么这个平台所产生的成交量 它准不准确呢 大家想象一下 肯定不准确 它能不能代表这个全球 对于这个黄金交易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 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肯定是不对的 你世界上有1万家证券 证券在交易美黄金 这是白银 这是有1万家在交易白银 你现在告诉我 这里面只是有一家在统计这个数据 另外的一些 你根本不知道 那你觉得这个成交量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个成交量是没有意义的 那美国股票有没有意义呢 美国股票半有意义 美国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股票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东西 就是杠杆 大家知道美国股票也可以用杠杆 用杠杆以后呢 它就很麻烦了 它怎么去计算的成交量 我们后面以后有课的时候 专门这个讲美股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成交量的问题 因为在美股里面是可以用杠杆的 但是你只要你想过没有 它已用杠杆 它的这个成交量就会大幅度的 大幅度的跟它的成交量 本身的成交量不像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成交量就是该是1就是1 它没有2 那么在美股里面 如果它用了杠杆 它本来只是交易了一手 但是它因为用了100倍杠杆 它就交易了100手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成交量 也会产生很大的出路 再加上美股也是全世界在发行 美股也是全世界在发行 所以来说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成交量 针对我们中国的股市和期货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成交量 我们一定要看成交量 好了 现在我们化归 言归正状 回到我们现在的成交量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趋势是下降的 在下降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放量的一根成交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根 11月2号星期二产生了一个成交量 差不多它的这个成交量是在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4.23351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大阴线 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根大阴线 那么这个大阴线产生了一个放量 也就是放量下跌 那我们以后会学 这个我现在只提一下 说明有人在砸盘 好砸盘是什么意思 砸盘的意思就是 脑子觉得这个后面还要跌 脑子就把手上的所有股票全部卖掉 叫砸盘 大家记住 砸盘就是为了 就是庄家为了把股票全部抛掉 叫砸盘 任何人手上大量的股票往外抛出的时候 都会导致股市狂跌下跌 因为中国的股票它不能卖空 它只能是抛出去 让大家去接它的手的时候 就叫砸盘 所以这个这一根K线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根K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一根K线所代表的成交量 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这根K线 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结构线 好结构线是什么玩意儿 这里咱们现在以后再解释 但是呢我们目前这样看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看成一个防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防御区域 会在这里产生一个防御区域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这个区间 会产生一个压力位 会产生一个压力位 这个压力位会阻止这个后面的上阵指数往上涨 会阻止它往上涨 也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 它就会把它干掉 到了这个地方就把它干掉 所以叫做阻力位 这个我跟大家讲清楚 后面我还是要讲的 但是我现在先给它铺垫一下 不然没有铺垫你完全听不懂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注意一下 这个区间应该来说是下周没有办法去突破的 我在这里先预言一下 这个区间应该下周是很难去突破的 那么我们下周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周所要看到的这一个 应该就是在这一个区间 红色和下方红色之间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 有人可能问震荡又是什么鬼 震荡你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画出了一个方形 然后我们的股票呢 往上打一下 碰到了这个上方的方形 然后它就往下 然后又碰到了下方方形 然后又往上 这个呢就称之为叫震荡 当然震荡呢也分很多种 我现在呢 只是画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叫相体震荡 还有三角震荡等等诸如此类 很多很多的类似的震荡 我们后面再来说 现在大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震荡 震荡就是在一个区域内 既上又下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什么呢 反正就是上不去 也下不来 就是它也突破不了这个位置 它也上不了这个位置 就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 那么其实像这个地方 整个这个区间 就是下周 整个这个区间就是下周上阵所待的区域 整个这个区域啊 应该是画错了 整个这个区域就是上阵下周所待的区域 那么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我只能说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如果我想做上阵 我想做 该怎么操作 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到了它的这个箱体的底部 也就到了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买入 然后往上升一点 就就抛出 目前来看 我看不到任何它现在能够反上去的可能性 目前还看不到它任何能够反上去的可能性 这要看 我估计啊 这个要挣一段时间了 我估计可能要到 11 12月份 12月份的这个 12月份这个CPI和PPI的这个周报 那个月报 应该说是月报 12月份的月报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因为现在消息面是不支持现在股市能够大涨的 首先跟大家说 就消息面是不支持整个股市大涨的 所以你现在说想直接往上看 比如说这两天可能有人就觉得 你看这股市长得多漂亮 长得一根这么大的阳线 那是不是我就应该 我就应该买入了 可能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地方一买 下周就给你跌下来 你就被套住了 所以来说买股票是要有技巧的 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凭运气 我们这都是靠技术吃饭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跟那些神神鬼鬼靠什么拆英币那种去相提并论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预测 还有对于同学 如果下周真的 我相信我们这个群应该没有人会去 现在去买股票 但是你如果说手痒 你真的想买 那我建议你买什么呢 买医疗板块 我上周说过了 买医疗板块的股 因为什么呢 医疗板块现在跌得非常厉害 整个医疗板块跌得非常厉害 相当于现在是在底部 基本上已经属于跌无可跌了 你如果想买 你买一些什么市值比较小的 在50亿 记住啊 我说的是50亿 不是500亿 昨天我说的是500亿 今天我说的是50亿 50亿就属于这个市值非常小的了 你就进去了以后操个档线 赚了钱就跑 就是现在能够利多的就是一些小盘股 就是我昨天说的小票 就是低于500亿的 当然你要是越小 它就越容易拉 就是庄家 因为它需要付出的钱就越少 你想想 它只有50亿的市值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小小票 就是它本来 它只有50亿的市值 庄家就更容易把它拉起来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东西呢 大家如果真的想买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们真的想买个股的话呢 到时候你们可以把你们所看到的个股呢 发到群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不去推荐任何股票了 因为这玩意儿你说我推荐错了吗 不好 那推荐对了吗 也不好 不管推荐错还是推荐对都不好 你们自己看 我们可以给你做分析 但是我们不会去 我不会去做推荐股票的事情 我不会去做推荐股票 就是我会把这个股票怎么选择 怎么走势 我会交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 自己去 用我的方法 你们自己去算这个股票 然后自己去选择股票 这个可以 我不做推荐 免得要是你赚了钱 或者亏了钱 我这边都不好说 所以来说 咱们记住这个话 就是我不做推荐的事情 我可以看这个板块 我也可以看这个股票如何 但是我不会说 你可以现在买入 买入了以后 然后下桌 怎么怎么样 咱们不说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 好像我记得很多的人 就是在上面吃了亏 推荐的好了 跟我也没关系 推荐的不好 亏了钱 都是我的错 我不做这种事情 好 开始今天内容了 先来回顾一下 上周的内容 上周的内容吧 上周的内容就是K线 首先收盘价 如果现在是 如果这一根线是阳线 收盘价 开盘价 回顾一下 收盘价 开盘价 最低价 最高价 然后这个地方呢 都称之为叫乙线 无非这个地方叫上银线 这个地方叫下银线 下方这一块呢 都称之为叫实体 好 这里也是一样 我在这里就不再去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其实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股票的选择 在我们的这个K线里面 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K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一根像基督的这个墓碑一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名称 这个名称呢 不一定准确啊 因为每个人叫法不一样 我们可能称之为叫实之心 我们称之为叫实之心 也可能称为你可以叫加号 这都无所谓 就是说这些名称呢 这些名称它只是一个什么 它只是一个让你记住 它的一个代码而已 它其实本身名称没有太大意义 首先告诉大家 名称并不重要 在这里说一下 你要记住的是它的情绪 什么叫情绪 记住 你要记住的不是它的名称 是它的情绪 在这里说一下 任何K线的走势都是有情绪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 能不能把你们的答案说一下 你们首先就是对于股市的走势 你们能不能理解出它的情绪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来继续看上证 大家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看这个黄金 五分钟 大家能不能说一下 情绪是怎么在股市里面体现出来的 很重要 你不要以为股市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了 股市是有人性的 我待会再来解释 为什么它说是有 为什么它是有人性的 我待会再来解释 首先大家搞清楚 你怎么从这个上面 能看出它的情绪 来 你们把你们的想法 我先把答案告诉你们 你们能不能推出它中间的过程 自个发言 想到了都可以说 方磊和阿珠禁止回 禁止说话 但是我没听太听太懂问题是什么 所以岁高问题是什么 哇 你没听吗 我说的 我说的是股市都是有情绪的 那么情绪是从何而来 我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人的情绪 还是股票的情绪 对呀 我现在就是问 这个情绪是怎么解释吗 不要冷场啊 怎么没人说话呀 难道看不出来吗 琢磨不出来 陈科 陈科应该属于我们这里面 新班里面的优等生 琢磨不出来 好 小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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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魏林刚在吗 因为你之前是学过 学过一半的 你能不能体会出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魏林刚 赤脚 我没 我没练错你的名字吧 喂 在吗 不知道 哟 你学了这么久 你也没体会出来啊 好吧 那只能两位大哥来说吧 阿磊和阿明 你们谁能说一下 根据他的走势来判断他的情绪吗 根据他的走势来判断他的情绪 你这个回答是简单粗暴好不好 这是谁说的 我杨昂 你是谁啊 杨昂 谁啊 Who are you 哦 阿卫的声音 我我以为是浦峰城的声音啊 情绪是能量 不是是我说 我杨昂 哦杨昂说的 好 杨昂说情绪是什么 情绪是什么 是小魏 刚才没说话 刚才是我在说话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那个 根据走势 走势就是情绪 好吧 方磊 方磊呢 方磊 在听吗 你来救救场了 还有那个 蒋立明 你来救救场了 你们两人救救场了 你看全军覆没了 多尴尬啊 我靠 想不到就这一个问题就把大家打到全军覆没了 哎你们两人不在吗 喂 我俩刚刚刚看股票去 我靠 我现在问你个问题 K线是能够反映情绪的 那么K线的这个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K线的一个情绪 对 他就是你看其实K线的话如果是那种大阳度的话说明就市场上面就是大家还是偏向于就是一个看涨的一个情绪就是说看涨的位比较多 然后像那种大阴线的话就大家可能就是说觉得还是会空 你没有你只是拿例子来说你没有把这个把这个定义给定义出来 定义啊 对我现在说的是定义怎么样去定义K线的情绪 好吧 你这样 这一问我想想我突然我反应不过来了 阿蒋呢阿蒋能不能说一下 别搞得你们第一期搞得全军覆没 不是我我我懂你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好吧那我来说吧 阿蒋不在是吗 他在 在在在在在在你能不能说一下 单根K线的情绪 单根K线情绪就是买卖就是买卖的那种互相博弈吧我能不能认为 互相博弈 形象的形态 好他说到了说到了部分点子上 他说到了部分点子上 其实我们来看K线啊 其实注意一下 K线怎么反现他的情绪呢 其实你要知道你其实你要知道 K线为什么会涨 就是一个股票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跌 首先大家告诉我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跌 来大家先告诉我这个原因 原理啊 你应该说是股票的涨跌是什么原理 抛和头 你说错了 应该是吸和抛 吸和抛 什么抛和头全部是投出去了 大哥 你的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抛和头都是投出去好不好 那你就你其实抛和头 其实都是卖的意思嘛 那你你现在就没有一个买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买 有一个买 有一个卖 好买呢 就会导致这个股票上涨 卖呢 因为买的人多了 就打个比方吧 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不太理解 我们打个比方 现在有个包子店 有个包子店 然后卖包子 买包子呢 现在他他现在只真的100个包子 他现在只真的100个包子 然后呢 有1000个人跑过来来买 一个人要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1000个人买 那OK了 那他这个包子店 他肯定要涨价 那价高者得嘛 大家都知道 价高者得嘛 那可能他这个包子就要涨了两块钱 或者涨了三块钱 反正有一千个人买 你不买 还有其他的人买 那么这个包子就从一块钱涨到了三块钱 就是一个占的关系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卖呢 就是卖的人很多 也就是不买 我因为在我们现实中没有卖这个玩意 所以我们就是买的人多了就涨 卖的人多了就跌 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卖的这个人多了以后 这个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包子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包子 而买包子的人没有增多 就比如说现在有一千个包子市面上 但是呢 还是只有一百个人想买包子 那么你想想 那包子肯定是功过欲求的 功过欲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只好降价嘛 那你降价以后 你比如说我只有一百个人 本来我想之前我花一块钱买一个 那现在不好意思 那我现在这么多包子我想买 我肯定要选择 我选择的时候 我肯定选择 可能有人打折 五毛钱我就卖了 有可能三毛钱我就卖了 那这个包子就会降价 就是这个关系 首先我们搞清楚 就是股票的涨和跌 是跟它的买卖有关系 那么有了买卖的关系 那么K线是反映这个股票的价格走势的 对不对 K线是反映了股票的价格走势 那么你说告诉我 K线它代不代表人的情绪呢 你们现在再反推一下 K线能不能代表人的情绪呢 能不能代表情绪呢 能够代表对不对 可以可以 就代表一些人消极的情绪 不是消极的情绪 代表情绪 这个情绪没有消极和不消极 那你说涨了 你都没理解了吗 我说我都讲 没事 你说啥 我说讲的太透了一样 已经讲的太透了 好 行 所以来说 其实我刚才这句话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既然这个价格 已经是代表了 这个买卖者的情绪 那么股票的K线 也是一样能够代表情绪的 所以大家就从这个上面 你可以推 就是K线 是能够代表买卖者的情绪 我刚才说的是情绪 但是其实它反映的是谁 它反映的是买卖者的情绪 然后大家注意 K线反映的是买卖者的情绪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总结了一个问题 就是K线是代表了买卖者的情绪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异动的K线 这些K线是有它的一定的意义的 比如说十字心 就是像一个十字架一样 我们不管它叫什么 你可以什么长引线十字心 或者什么东西 好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旁后可能即将反转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十字心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来找一下 哪一种才能称之为叫十字心 你看这个就很像十字心 但是它中间有一点点什么 有一点点这个轴 我们要定义十字心 首先它有一些要求的 你不是说在这里 你看这个像不像十字心 你看它好像像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义成十字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有些要求的 好 大家可以拿出一个小本本记一下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我们的技术里面的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个十字心 这个十字心要跟前方的 这个柱体的最长的阴线或者阳线 要能够达到它的一半以上 或者达到它整根K线的长度 听懂了没有 说话有点绕口 说的有点绕口 但是话超理不超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根K线 这根K线你能不能算是十字心 不能 当然你要说它十字心 是十字心 但不是它是关 它不能属于关键十字心 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准一点的 我们往后面扒一下 看有没有 好 这里有一个 我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 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十字心 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十字心 好 你看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十字心 那么这个地方的十字心是代表什么呢 首先它有一些要求的 什么要求 第一个要求 就是它这一根K线 必须要达到前面这么多 往左看 咱们要往左看 注意我们现在有个规则 就是我们现在既然在分析盘面 你就不要给我往后看了 往右看了就不对了 你往右看了就是上帝模式 你都知道结果了 你再往前推 你这算什么呢 你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射了个箭 打了一把枪 在这个没有准心 没有准心 直接打出去了 打出去以后 然后打出去 然后在那个位置再画一个准心出来 对吧 那里就那里这就完全叫作弊了 好 这一根K线非常重要 十字心 那么这个十字心 它出现的一些要求 是有一些要求的 首先第一 这根十字心 至少是前面这些大阳线 或者大阴线的 至少一半或者以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根十字心 跟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最长的一个阴线 或者阳线 是哪一根呢 那肯定就这一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十字心 我们大致用眼睛判断一下 肯定是有一半 差不多有一半的 也就是到 差不多可以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可以到这个 到这个位置就是一半 差不多这个十字心 是能够到的 那么它可以称之为 我们现在所说的 关键环节的十字心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地方的十字心 你比如说像这一根K线 它能不能算十字心 它不能算 为什么不能算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 它这一个指正心 跟现在左边这一个 比较长的 这个大阴线比起来 它不是一个什么 它不是有一半以上的长度 注意 它没有一半以上的长度 好 这个关键点能不能理解了 关键点能不能理解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 去掉的 不能说是关键点 而这个呢 我们可以算进去 能不能理解 来理解来打个一来 不太能理解 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不太能理解 没听太多 没听太多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 它形成的时候代表的代表 就是一个小的 它所代表的意义 需要一个小条件 我们到左边 你看左边这个大线 到它二分之一处 或者是更高的位置 说明这个 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形态 比较有力度 第一比较有作用 明白吗 我懂我 好了 首先就是就是其实我们要判断这个实质心是否称之为重要的有意义的实质心 必须要有个条件 就是它是一根上下长度非常长的实质心 你这种小短的实质心 咱们不算 你可以叫做实质心 但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关键点的实质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哪些地方是非常有那个的实质心 我们再往前来推一下 来看一下 只有这么多 好吧 3300 实质心 实质心出现的几率不太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是在外汇里面找可以找出很多 现在是在上证 上证里面这个实质心确实出来的这个几率不太高 没有 没有 我们到外汇里面看吧 外汇里面一大把 外汇里面确实一大把 好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啊 这个是黄 这个是白银 这个是白银 美白银 四个小时的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 美白银里面的这种很长条的这种实质心 我们来找一根 我都是现找啊 我没有去提前去找一个图给大家来放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意义 这个没意义 因为你 你要找你总 你要找一张 事先找一张图片给大家来放 这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吗 咱们就在排面里面直接找 就在排面里面直接找 找它的规律 找它的运行规律 这个算是啊 这个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 但是呢 还不够太长 你像这个就比较长 这个引线就比较长 它必须要引线非常长啊 它有一个前提是 引线非常长 哎呦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有没有看到的 看到也可以跟我说一声 眼睛间的可以跟我一起来瞅啊 这个有点像 这一根 但是呢 不够太长 我想找一个非常长的那种标准的 对 是它 它是要跟前后有对比 是的 好这个基本上我算是可以啊 基本上这一根算是可以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一根 好这一根 这一根咱们就就只能往左看啊 你不能往右看 你不能往右看 右边咱们就属于作弊了 往左看 往往左看 你像这一根指质星啊 这是四小时的周期 四小时的周期 在四小时周期里面呢 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属于特别特别长 但是呢 它还是算是有代表性 可以来跟大家说的 它这里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十字心 它这个地方的十字心 它会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 它这个地方的十字心 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走势图给大家画一下 你是哪一根 我们把这个走势图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走势图是什么样子呢 开盘架 从这里开始 先下 后上 然后回到这个位置 当然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是这样子的 先在这个地方 先在这个地方 好 先上 后下 然后回到中间 好了 我现在问一下 这两种走势 代表了什么情绪 我说的是买家和卖家的情绪 你们认为 这两种走势代表了什么情绪 哎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情绪是什么意思 我来这里就不用再去补充了 那么 从这两个上面的走势 你就可以当包子吧 这个包子的价格 先是在这里 然后下去了 然后再上来 这个包子的价格本来是1块钱 然后下去了 变成0.5毛 变成5毛钱 然后又涨到了1块5 然后又跌回到了1块钱 好了 那我现在问大家 你们认为 这个包子的价格 代表了什么情绪 来 告诉我 我为什么让大家都过来上直播课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 就是直播课的时候大家有互动 我在这里教大家的不再是单一的是一个技术 我在这里教大家的是一种逻辑思维的一种方法 这个逻辑思维的方法一定是要有互动的 逻辑思维的方法 因为这个咱们做这个东西 其实最后最后 其实第一就是玩人 什么玩人 就是我们要去估算市场 他要怎么样 但是注意一下 我说的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 一个华尔街 我们是要估我们是要去什么 我们是要去估算市面上的一些庄家 或市面上的买家卖家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要推出他们的想法 然后打出我们自己的策略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玩人 大家所有的这些什么指标也好 K线也好 最终聚集的一点就是人跟人的博弈 因为你要知道股市是什么 股市是零一游戏 什么叫零一游戏 就是当你赚了一块钱 肯定有一个人损失了一块钱 当你亏了一块钱 肯定有一个人赚了一块钱 零一博弈说错了 叫零一博弈 肯定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那么你会亏一块钱 别人就会赚一块钱 那么如果你赚了10块钱 你想赚这10块钱 你就必须要让另外一个人亏上10块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最后这个股市完 到最后就是拼人 就是拼人 明白了吗 我说的这一点 大家能够听懂吗 零一博弈 就市面上是没有多出 这个钱不是从天上飞出来的 是别人有损失 你才这里你才这里赚了 比如说我赚了 我这个月我赚了2900美金 我这2900美金并不是股市给我的 你要搞清楚 是有人亏了这笔钱 然后他亏的钱给了我 我不需要知道他是谁 但是确实是有人亏了这笔钱 然后到了我的手上 是这样来的一个逻辑关系 好了 现在我们回归我们主题 什么意思 来告诉我 这个十字心到底代表了什么情绪 我问的是情绪 注意我问的是情绪 必须要自己回答 你这个东西 你要是自己推不出来 那你就完了 你后面的课就没法学了 实话是说 这堂课 其实这堂课在我们第一期里面 是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的 这堂课在第一期里面是非常靠后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把它放在前面来了 这个小魏都知道 是在第二阶段 对不对 小魏你是上过我们第一期这个课的 来说一下 说错没关系 但是就怕你不说了 代表什么情绪 永远发言了 同志们 我发现这节课怎么这么难呢 推进不下去了 这 大家可以直接开按钮吗 这个字太慢了 直接开麦了 直接开麦了 直接开麦 开麦 就直接说你那个一些想法就好 说错没有关系 就怕你没想法 你知道吗 你没想法 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是要靠想法的 你要没想法 你就 你就是只会照办宣科 你觉得你做得好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如果只会照本宣科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个道理 你就会做这个 那如果换了一个盘面 你会做吗 不会了 那你学了干嘛 那我问你 你只会做昨天的盘面有什么用 你要学会去做未来的盘面才有意义 对不对 你去做昨天的盘面告诉我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 昨天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你不可能再从昨天的盘面上去赚钱了 你还告诉我 你只会昨天的盘面有什么用 好 这个实际心代表的是情绪 观望情绪 对了吗 对了吗 好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能量的较真 能量的较真 能量的较真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说点通俗一点的话 什么叫较真 来一个个点名吧 大家都比较害羞啊 感觉 我在外面吃饭 我的想法就是很多庄家在观望 想突破前面 好 这是陈十八的意见 好 杨昊来 我从上往下点啊 杨昊 你来说 你可以有麦克风直接来说 杨昊 有点懵 有点懵 懵就不行了 大哥 懵了学的不好学的不行了 好吧 想往下 那个李玲你 等会儿啊 我调一下 你身体好呢 那个我觉得 就是 平时的 不是 涨跌是买的人多了 就涨卖的人多了 就跌 但是 是不是两股势力 比较平衡的时候 才会这样的 你还能够 有点 你也没做到 就像我这样的权子 那样的权子 这些权子 你不要做到 那些权子 你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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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 我说就说买的人和卖的人 两股势力比较平衡才这样是吗 比较平衡 好了 你继续说 你继续往你的思维向下进行推导 继续往下推导 因为你这个结论并不是最终结论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咱们的课现在已经快上成逻辑思维推导课了 其实就是这样 股市就是在进行人和人的博弈 非常有意思 博弈 阿科说是博弈 陈科说是博弈 好了 吴壮来说一下 吴壮说一下 我觉得他一会儿就跟卖包子一样 一会儿价钱卖的高 一会儿价钱卖的低 他可能很纠结 好 纠结 走势 不明不知道 好 你你说的是平衡 吴壮说的是纠结 然后陈科说的是博弈 那么基本上大致已经沾到边了 大致已经沾到 不是还一个猫 来 你加拿大的小哥说一下 加拿大的小哥说一下 我真没什么想法的 好吧 那就是杨浩和加拿大的小哥是明显落后了 其实我们可以再来理解 你看 我现在重新把这个走势再重新给大家画一下 他先是在这个地方开盘 包子一开始卖一块钱 好 下去卖到了五毛钱 然后涨上来又卖到了一块五 然后收盘价的时候呢 回到了一块钱 这代表什么 刚才有人林林说的是 他属于多空 就是买和卖的人是平衡的 OK 对的 平衡是对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上下的博弈 也就是买和卖的人 他们是在博弈的 首先你要搞清楚 买的人就会导致他涨 卖的人就会导致他跌 对不对 这就本身就是一场白手腕 白手腕一样的博弈 对不对 那么这场博弈怎么样 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是 打平手 是不是的 因为他最终的价格是不是又回到了一块钱 是不是的 所以 刚才我记得有个人说是谁说的 是能量的较真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刚才是吴壮说的 他说这一个是吴壮你是怎么说的 很纠结 对 很纠结 就是买方和卖方都在纠结 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是涨 应该是买他上涨的 应该还是买他下跌 所以这个地方是带有很强的疑惑性 也就是大家都在纠结 我到底是觉得他应该涨了还是应该跌呢 那么这个就称之为叫关键信号了 因为这个时候既不想涨又不想跌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关键信号 那么但凡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是在高位出现 注意他现在我出现 我刚才说的 第一他的长度要非常长 第二 他如果出现在高位的时候 写的有点丑啊 不好意思 他在他这个他这个时日线 出现在高位的时候 说明多头的情绪已经不足了 好了 我现在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 你们能不能把为什么多头的情绪 在高位的时候多头的情绪已经不足了 这个答案推导出他中间的过程 来告诉我答案 在高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能量已经很大 就是他使出全身的力气了 然后他再没有能力再使 是这意思吗 啊对了 说的非常对 大家想象一下本来是在高位 高位是怎么 是大家一起觉得这个地方买涨买涨买涨买了最后呢 他涨的是现在这个高位这个位置 到了高位这个位置的时候出现了纠结就什么意思啊 哎还要不要涨啊 同志们 哎我觉得要跌了吧 这个位置太高了 应该要跌了吧 那么很多人就会纠结了 一纠结就怎么样 大家心同此心 然后群同此理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就要怎么样 他就要反转了 由这个高位就要下跌了 听懂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 最后怎么样 蓝色的这个线代表什么啊 下跌 看见没有 听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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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蕾肯定听懂啊 大致懂了 乘客只能说大致懂了 我懂我懂了 乘客为什么说只是大致懂了 来你检讨一下 然后那下跌也是一样 下跌我就不再去多描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好这个地方 我当时在这个上阵这个地方不是正好找到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下跌的实质性 你看我们如果把它稍微 当然它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突出啊 也就是它的收盘价和开盘价不是那么那个 但是呢我们大致嘛 因为它也就是差了多少个点啊 你看一下啊 它差了也就是三十多点啊 三十多点五七嘛 它的开盘价是五六 然后收盘价是六零左右啊 六零左右也就差了三十个点 也就是说如果它是稍微的再跌三十个点 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标准的一个实质性了啊 就这个地方 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下跌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实质性 出现了一个实质性 怎么样 上涨了啊 跟刚才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跟刚才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这里就不再去多描述了 好了 学了这一个 来 你们现在 打开你们现在手上任何的股票软件 打开你们现在手上任何的股票软件 然后找到 找到这样的一个信号 截到群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找的是否是对的 任意的股票软件都可以啊 我们下周再讲软件的事情 这周你们可以任意的使用股票软件 然后下载 下载一个股票软件 然后呢 但是我那个 苹果上的讨论是没有K线的耶 有K线啊 打开一个股票软件 然后呢 你们你们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说的像这种 符合我刚才的两个条件的 不管是上涨的还是下跌的 然后截到群里面 我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 是否是正确的 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讲完了以后 大家听完了啊 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理解和我讲的 所讲的内容是否一致 所以现在需要大家验证一下 做个作业 相当于现在是在做特长作业 我们现在 立即检查 对 理论懂了 但是你会不会实操呢 我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拿出你的成绩来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苹果的那个 看股票怎么看开心 不用苹果那个系统 电脑基本上不用苹果的系统 苹果不好用 不是电脑手机上那个 我电脑手机上那个苹果的苹果手机的话 你打开那个富途牛牛里边 对吧 点一下 我看啊 你随便找一个上证指数 点开之后 有个日K 然后再就出来那个K线出了 不是 我是说苹果自带的那个炒果 就是说那个看股票价格的 那不知道 我刚才我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面打开 阿祖你这是对的吗 请问你在干嘛 好 好 这个杨昊找了一个 看历史的话也可以是吧 就是要看历史的 你都没发生的 你看个毛啊 好 杨昊找了一个 你能把左边也揭出来吗 你看那是亚马逊 你把左边也揭出来可以吗 好 杨昊呢 目前看起来是对的 杨昊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对的 好 大家继续啊 就像杨昊这样 最好大家截的时候 把左边和右边一起截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杨昊截的这一个 好 杨昊截的这一个呢 是对的 杨昊截的是对的 符合我刚才说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在下跌的趋势中 第二个他这一个上影线和下影线比较长 然后跟前面比较下跌的这个k线 占的他50%以上的长度 两个条件都符合 对的 满足 好 你可以再继续找其他的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做的情况 好 这个无状也是对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品种 但是他这个看起来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 是从一个多头变成了一个空头的一个转折 好 零零的 我们来看一下 零零的 不算啊 你的这个不算啊 你的这个不算 错的 恒生指数 你看的是恒生指数 不好意思啊 你的错的 继续找 哈哈 你这错的啊 你这错的啊 错的 你这完全错的太离谱了吧 你这完全错的太离谱了吧 这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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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的 这是谁的 你拖出来打板子 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啊 我的 怎么这么错的这么离谱啊 这是谁的 怎么乘客错的这么离谱啊 怎么各个 哎呀我的天哪 来来来来来 乘客的 灵灵的 还有这个加拿大小哥的 你们怎么都错的这么离谱啊 大哥们 这个也是错的 灵灵又错了 你看 你们一听就懂 一做就错 你看到没有 一听就懂 一做就错 看见没有 所以要检查作业嘛 一听就懂 一做就错 它要符合两个条件啊 我再次说一下 就是符合第一个条件 是它这个K线一定要满足跟前面左边 我说的是跟左边的K线至少长度要达到一半以上 那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啊 这刚才我说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 它是在上涨和下跌下跌的途中 产生了一根这样的K线 好 无状又找了一根 可以算啊 算是的 是的 无状这一根算是的 但是不太标准也算是的啊 你看无状的这一根就找的还还行 啊 找的这根还行 你像那个林林这里一根不算啊 这个注意一下 林林找的这根不算 然后加大小哥这个错的太离谱了 你确定你理解了我刚才的这个课程内容吗 你确定你理解了我的课程内容吗 好来看一下下面 哎呀 咱们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 同志们要加抓紧时间啊 来来来来继续继续继续来 我靠 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我没想到这么简单 我没想到这么简单 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写 不能 这个 在课堂上讲 那个呢 我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把它卡住了啊 这还没到后面呢 我这时间拉太长了呀 我也没办法 好 客户 客户上他们解图 我来给他们讲解 好 无状的是对的啊 无状是基本上吸收了啊 无状是对的 成科是错的 我在这里说一下 来看一下 成科是错的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人找的这个 成科为什么是错的 成科的为什么是错的 来 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这是成科应该是黄金啊 1867 这应该是黄金 应该是黄金吧 1867 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成科的这一根K线是错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别人犯的错 可能就是你犯的错 好再来看一下 加大了这位小哥 他简直错的太离谱了 我不知道大家 他说这一根K线是的 好 这根K线为什么不是的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根K线为什么不是的 不在高位 好 成科说 吴壮说不在高位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看啊 吴壮说不在高位 你应该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在不在高位 你要是知道这个地方是高位的话 你就已经有点 其实是这样的 成科他错的错的什么地方呢 他错就错在 这个反转K线并没有起到反转的作用 在这里说一下 成科这个地方呢 他这个K线呢 其实他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类型 但是他这个K线没有起到反转的作用 所以他是错的 所以他是错的 但凡这个K线出现的时候 一般是会出现反转 但是没有出现反转 会怎么样呢 没有出现反转 不好意思 那就说明我们刚才的说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刚才问 那这里面就有人可能会说了 那为什么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有的时候是对的 有的时候又是错的呢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我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这样的K线 那为什么这个K线 他就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往上涨了呢 那有些K线 比如像成科这个K线 成科这个K线 就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呢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会学着学着 就会发现矛盾呢 为什么 很很简单 概率 在这里我说一下概率 什么概率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 所有的这个技术 其实都是一种概率学 其实都是一种概率学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成 我们做单的成功率提升到 80%到95%以内 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没有能力 把这个概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哪怕你做单子做的再好 总会有做错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成科这一个呢 按道理说很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呢 是接近的 但是没有产生反转 没有产生反转 没有产生反转 是不是代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论是错的呢 不对 只是说正好这个概率 它没有产生反转 正好这个K线没有产生反转 并不代表我们的理论是错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你看我们找了这么多单子 可能就这个成科这一单子 是一个就是没有达成反转的这种信号的 但是你说其他人找的这些单子 它都达成了 99%是成功的 1%是失败的 你就不能否认这个中间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对不对 好了我们就成科这个呢 其实它找这个K线形态是符合的 但是呢没有形成最终的反转 好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0米这是0米的吗 这不是0米的 这应该是那个小哥的 这个小哥的为什么是错的 来 它应该是指的这个K线 小哥错的太离谱了 我都不想说了 我这小哥错的太离谱了 我就不想说了 单标十字心不够不够形成反转与否 可以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后面还要加东西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个课就是结论 我们今天课只是抛张鱼翼 后面这个十字心还要加入很多的一些参数 才能够把你的成功率提升到非常高 你如果现在只看十字心 你的成功率可能只有50%到70%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 达不到我们之前说的80%到95%的成功率 这个小位其实有过经验 原来小位是工作我学过第一期的 学了一半好像记得 所以当时我还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条件 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慢慢的来做 你不要想着一口吃个大胖子 好了这个就错太离谱了 我就不用在这里进行点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成科的 成科的是这一根 成科的是这一根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这一根算不算十字心 就是我说的这个关键实行 大家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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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 大家想一下 因为你要知道啊 市场上有很多的假信号 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在这里纠结这么久 纠结了这么久 因为市场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假信号 我们来随便 随便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假信号太多了 你看 你看这个算不算十字心 那算吧 你看这个地方算不算 那这个地方算不算 那算了 按道理说是算了 那算的话 那如果要是按照我们 现在的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上涨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上涨 那么这个十字心出现了以后 是不是就代表着反转已经形成了 它应该是在 应该是要下跌了 大家想一下 它这里面还有一些条件 这个隐藏条件 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 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应该指的是这一个 指的是这一个 指的是这一根K线 好 这根K线跟我现在指出的这根K线非常接近 跟我指出的这根K线非常接近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我们如果要说的这种反转型的十字心 到底它还有一个条件 我刚才说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的长度 要比左边的长度K线 要达到它50%到50%以上 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是什么 第二条件是它要在一个明显的趋势下 诶 这是两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我没有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些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在指挥这个条件 我们把这一个当做一个实质性 当然它不是一个标准实质性 咱们承认它不是一个标准实质性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质性 它 它这里它这个实质性具备我刚才说的第三个条件 能不能告诉我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它都具备 第一长度 第二明显的下跌趋势 好了 还有第三个条件 这第三个条件是我刚才没有讲的 我希望是大家能够自己去发现 位置吗 什么位置 你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关键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什么东西 快快 你的这个逻辑是对的 你说 它那个下面是成交链 成交链比较高 但是它这个 但是它还很低是吗 咱们现在不管成交链 咱们现在不管成交链 成交链我们后面专门拿课来讲 这些参数你都不用管 那是触底了吗 价格最低了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底部呢 对吧 你是因为看到现在未来它是涨了 你认为这个地方是底部 那如果要是我现在把这个东西一抹 你现在还能确定右边 你现在就是底部吗 这个地方就是底部吗 该提出结构线了 没有 咱们现在不提结构线 它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要三个条件同时达成 这一个转折信号才是真正成立 十字星或位置在阴阳柱的下或上 没太懂什么意思 十字星的位置在阴阳柱的下或上 哦 好了 我明白乘客的意思 基本上它就说出了标准答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说出了标准答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说的答案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来解释 咱们课真的像逻辑课 真的不像是 真的不像是股票证券课 像是逻辑课 这个可以线 这个可以线 必须要创出一个新低 或者创出一个新高 它不能是在包含在这个K线以内的 左边这个K线以内的 首先第一点 它有足够的长上一线和下一线 也就长度要足够 第二点 它要在明显的一个趋势下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是在下跌 它要明显的一个趋势下 第三点注意 这个点我刚才没有说 我希望大家能推到出来 乘客推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一根K线 必须要低于 之前所在K线的位置 要突出出来 那么这根K线 就成了标准的 我说的实质心 反转K线 标准的实质心 反转K线 那你要这样的话 就很多的K线就可以被 怎么样 很多的K线就会被抹掉了 你比如说像这个K线 你这个K线也可以算 你看 这个K线可以算 因为为什么 长度是足够的 你这个长度跟这个比 肯定是达到50%以上的 然后高度呢 高度可能不太足够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达到了 一定的 跟这个比起来 它是不是到了一定高度 不对 那么OK 这个K线就不是关键位置的 重要K线了 这个K线就不是关键位置的 重要K线了 那么现在我们返回来 再来看一下 刚才有几位同学拿出来的问题 你看 他就是出来了这个问题 你看 你看 他提出来这根K线 他提出来这根K线 这个K线是在这个上面的一个 关键位置吗 它的长度是足够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明显的趋势 明显的趋势是下跌 也是足够 但是呢 唯独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问题呢 是被它包住了 你看见没有 它被它包住了 也就是说 左边这一个K线 把它给包住了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需要的是 这根K线 一定要是在它的 成为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么这根K线 就属于我们刚才非常标准的 这一种板转信号 板转信号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在客厦 再自己找一下 我们往后推进 我们往后推进 就是首先就是K线是有情绪的 好 下面一个 这个呢 看起来就是一个道的T字形 这个就是称之为道的T字形 道的T字形呢 我们再来问一下大家情绪 还是从情绪入手 好 道T字形一般它是怎么走法呢 它是首先上下 然后结盘的时候到这个位置 这第一种走法 有没有第二种走法 同志们 有没有第二种走法 想一下 有没有第二种走法 有没有 先回答我说有没有 有的话你们画一个出来 道T形 就从这根K线 我们能解读出什么样的一些走法 人呢 喂 断网了吗 喂喂喂哈喽 没有女朋友 没人说话呢 你在思考 哈哈哈 这节课很难吗 是不是这节课很难呢 说实话 确实难 还是有理 还是有点难的 确实有点难 因为我们后面的课更难 所以这节课就觉得 这节课 这节课已经顶得上我们 第一期的中间的课程了 这些课程了 这些课程了 这不就跟我现在画的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呀 这不就跟我现在画的 这不跟我现在画的一样的吗 有没有其他的走法 有没有其他走法 你们真的是没有想象力啊 同志们 你看一到有想象力 没一到一到这种观 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哑炮了啊 它其实还有种走法 你们可以想象 它其实有无数种走法 我说句实话 它有无数种走法 它什么走法 这种走法 下来 这种走法再上去 再下来 再上去再下来 这也是一种走法 我告诉你 你说这种走法存不存在 还真存在 在外汇市场里面经常这样走 诶 这不对 这不对 这个是无状的 你不能是为了 你不能是为了多出一个走法 你就把这个形状给改变了 它的收盘 它的开盘是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了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走法到底是代表了 这个第一种走法 到底是代表了什么情绪 好 我们现在就用一种吃包子 还是卖包子 一开始 它卖包子卖到了一块钱 然后现在呢 卖了两块钱 然后呢 在今天歇业的时候 它又卖回到了一块钱 代表了什么情绪 来同志们告诉我 就是这样 一段时间上去了 就是很纠结 然后它就是会跌下来 然后呢代表什么体积呢 这我也说不太清楚 来还有谁要说一下 是不是它的包子 卖的价钱已经 就是挣够了足够的钱了 然后剩少一点 然后又便宜卖了 哈哈哈哈 你真把这事情当包子了 卖包子了 就市场 你觉得市场的情绪是什么呀 真的 就是当这个 当这个K线出现的时候 市场的情绪是什么呀 怎么 双家快起快落 压力释放很快 压力释放很快 然后呢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后市看涨 还是后市看跌 看跌 为什么 好吧 乘客说是对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庄家快起快落 压力释放很快 这个呢 说的是有点问题 这个说的有点问题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也就是说 他从一块钱涨到两块钱 到了两块钱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涨了 首先你要搞清楚 他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上 对 吴壮说到点子上了 卖不动了 我两块钱我卖不出去呀 我两块钱我卖不出去呀 卖不出去怎么样 我降价呀 我降价 然后降 降到了我起点位置 代表什么 代表我整个情绪 现在都是什么 还要打折呀 大家都不愿买了 我现在只能打折卖呀 情绪是低落的 情绪是低落的是什么呀 看跌看空 理解他的情绪还念了吗 理解他的情绪概念了吗 同志们 先开始 哎非常漂亮 哎 涨了两块钱了 大家快难买呀 但最后就是 然后一看没人 好吧 那我就降吧 降了一块五 还是没人 降了一块 还是没人 那什么情况 后面的情况就是 后市是要看跌的 好了 他还是一样 跟刚才一样 他要比左边的引起来 要比左边的这一根K线实体 要达到50%以上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是在一个明显上升 或者明显下降的一个趋势下 第三点 在最好是在一个 比如说在上升趋势 他是在最上层这个位置 好了 布置作业 来 你们通过手机或者通过电脑 找到一个这样的K线 然后发到群里面 找到一个这样的K线 发到群里面 快 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个如果这个K线 他那个 在那个 就是下面那个横条 再往下插 穿插一点点 这也算是这个K线 你画出来我看看 啊 我最接触发 那个 发 这算吗 这算吗 你们觉得这个算吗 算不算 我说的不算 你们来说啊 算不算 我说的不算 你们来说啊 当然稍微有点变形是没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像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 你要说找个完全标准的梯字形 那也不一定很现实 因为毕竟这个咱们现在搞的呢 就是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理想化 所以大家可以在石盘里面要找到 就是你要能够把它变形 比如说往上戳一下 或者往下戳一下 都可以算 都可以算 无状找的这一个非常标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无状这个绿线 就我找 无状找的 不要往你身上贪攻 无状找的这个绿线 我找的那个呢 你找那个算不算 算不算 我来看一下你找哪一个 你找的这个不够长 你找的这个不够长 无状找的这个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无状的这个非常明显 但是我那个非常 impresion的这个绿线 Between so 我来不罢了 一个假信号 看见没有 好 我们待会儿来解读一下 林林找的这一个 有什么错误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每个每位 每位都在参与 每位都参与 你不参与的话 我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否掌握了 好 我们待会儿 目前吴壮找的是对的 吴壮写的还是蛮好 好来看一下 倒垂形 倒垂形不算 这个 这个 这个杨昊的 杨昊问这个算吗 这个算吗 这个我们后面有一个专门的形态 叫流星 流星形 所以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我这个算 你这个 你这个算吗 你这个可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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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成科 成科的 成科的 它指的是哪一个 这个吗 这个流星形 很多人把流星形拿出来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点评一下 最标准 最标准的 是 是 无状的 我们先说一下 最标准的是无状的 无状的 这一个 是非常标准的 非常标准的 当然还有比它更标准的 我待会拿出来看 你底下向下凸一点 可以 没问题 向下凸一点 没问题 就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梯形 你可以是一个倒梯形 倒梯形 而且呢 你也可以向梯的下方 可以多凸一点 往上方也可以多凸一点 都可以 这都没问题 然后呢 现在我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些 你看一下 林林这里面犯了一个错误 林林犯了个什么错误呢 她认为这一个 这一个 倒是算 形状上来说是非常符合的 形状上来说是非常符合的 注意一下 形状上来说 但是非常符合的 但是她这里面 她有一点不符合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人说得出来 她有一点不符合的地方 而且是非常不符合的地方 是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人说得出来 她有一点非常不符合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点非常不符合的地方 能不能说出来 你能不能找出她的问题 因为不是说我们 我们在这里要说的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要出现关键转折点的 关键K线 我们不是在这里 就找一个梯形的线就完了 找一个上的 或者向下的一个梯形线就完了 那太简单了吧 你随便到网上 你随便在这个股市里面搜一下 总会能搜到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 关键位置的一个K线 这样的一个K线 那么为什么 我说你念的这一个不行 能不能告诉我 没有高于前方的K线 说错了 正好说反了 你说反了 你说反了 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那个T的那一横 应该比前面那个K线的上引线 还要低才对是吗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T线 但是跟我们现在说的T线 不是一码似 它其实如果要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根K线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形状是这样的形状 没错 然后它的下引线 能够更朝下 它的下引线 能够更朝下 能够破掉之前 我怎么用的是个白色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K线 它就可以算了 也就是我刚才我说的 它有一个 有一个必须要达到的一个要求 就像我刚才说无状的 为什么 我说无状的是OK的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无状的找的这张图 我为什么说无状的是OK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一根K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根K线 不好意思 这根K线 是不是它的这一个上 就是往上的戳的这个引线 就已经戳破了 这个地方的最高值 这个不是你的吗 这个不是你的吗 看错图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是谁 我说我刚才点评的那个 我看错它的图了 好吧 就后面那张 这个是你的吧 这个是你的吧 好 你看它的 它这里面基本上全部符合 除了稍微有点不太标准 但是其他全部符合 就是首先就是 它这一个K线的长度 肯定是达到50% 这个K线的长度 达到左边这一根 不能往右鼠 同志们 我再次重申 不能往右鼠 往左鼠 达到这个右 左边长度的50% 这个比较长的一根K线的 长度的50% 第一点 第二点 它是在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下 比如说上涨 明显的一个趋势下 第三点 这一点你必须要达成 就是说这根K线 正好是什么 这根K线 这个K线的引线 一定要戳破之前的高点 你看 明显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错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 它为什么错了 你看 它被这个东西所包含 我们这个后面会说的 这个是多根K线 进行组合的时候 我们会说的 它这一个呢 是被包含在内的 因为它的第一点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要想不被包含 它必须要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托尾 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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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回头来看 你看这个就是属于 非常标准的一根 这个线了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我找的这个军工指数 军工指数里面 这根K线 非常标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度绝对是有50%以上 然后下引线 绝对是破掉它之前的低点 对不对 下引线 然后它是在一个明显下跌的 一个趋势下 看见没有 后面上涨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然后在这里还要再说一下 就是倒梯和正梯 可能刚才没有人意识过来 我来这里还是要补充一句 大家一定要加强你们逻辑思维的力 倒梯和正梯 有什么区别 往下的时候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到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正梯 往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倒梯 你不要以为这个梯是任何时候出现都是都是OK的啊 来告诉我为什么 市场价格什么 市场价格什么 说有没有其他人说 市场价格的涨幅很低 不是这个原因 有没有其他人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梯 但是其实这个梯里面肯定分成了倒梯和正梯 有向下的 有向上的 那么我们希望出现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是在下跌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倒梯 正梯 我们希望在上涨的时候看到这个倒梯 怎么样 就是这个正梯和倒梯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虽然他们都是看起来是梯 他们看起来好像都是梯 他们之间有个什么样的关联 能不能告诉我 那里比如 啊乘客说的对 因为在下跌的时候和在上涨的时候出现正梯和倒梯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说一下 比如说上涨的时候 我们先以比如说上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正梯 他的市场情绪 比如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正梯 他的市场情绪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人告诉我 在上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正梯 这个市场情绪是什么样子的 走空 好吧 又错了 你是经常是你的状态是时好时坏 我希望你以后做单子千万不要这样 今天赚一块钱 明天亏一块钱 然后后天又赚一块钱 后天又亏一块钱 好吧 永远都是赚赚亏亏 没有赚钱 情绪高 好 吴壮说一下 我感觉咱们这个班里面学的最好的是吴壮 我感觉 走多 你这又开始 好 吴壮说一下 他这个可能这个梯形就跟之前你说的那个情绪一样 他就是根据画的那个走势图 这说明他还是有一种要长得去什么 跟那个卖包子一样 比如说今天早上出来卖一块 突然下午的时候能卖到两块 他后面可能还会看涨一点 好 来我来说一下 吴壮基本上说的是对的 我们还是以卖包子为例 本身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出来一个梯 好 我们还是以这个包子为例 这个包子为例的时候 一开始 一开始他卖五毛 他一开始卖五毛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卖到一块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卖到0.8毛 然后到这个收盘的时候呢 就是到今天结束的时候呢 他又回到了一块 那么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包子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的价格 是继续保持一块呢 还是会下跌呢 还是会往上再涨呢 三个选择 第一上涨 第二保持不变 第三下跌 你们认为是上涨或者不变或者下跌 好 乘客 涨 涨 涨 好 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涨 为什么 很简单 情绪吗 你这都看得出来 如果是你是老板 你下午你比如说一直这个包子在涨 涨到一块的时候 突然今天稍微的有一些市场的行情波动 然后跌到0.8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又收回到一块钱了 你肯定会认为 这个包子应该还要再涨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肯定是涨 你肯定是认为它是涨 因为它很快的收复了 收复了这两毛钱的这个价格 所以它这个0.2 它很快的收复了这0.2的价格 那么我们后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看涨它 所以在上涨的时候 出现正梯和倒梯是两码四 听懂了吗 在上涨的时候出现正梯 是代表还要继续上涨 但是你要是在上涨的时候出现了倒梯代表什么 有可能要反转下跌了 有可能要反转下跌了 那么现在我反过来问你们 反过来问你们 在下跌情绪中 在下跌情绪中 如果出现了正梯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正梯 我们后世 我们后世认为它会怎么样 说错了 说错了 在说错了 是我自己搞错了 在下跌情绪中 在下跌情绪中 搞个熟悉版就好了 在下跌情绪中 然后出现了一个倒梯 我们会认为它是怎么样 好 还是给三个答案 上涨 保持不变 继续下跌 继续跌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下跌期 在下跌中 出现倒梯 就没有意义 它本身就是跌 无非就告诉你 还会继续跌 只有在 只有在下跌的时候 出现正梯 才有意义 出现在正梯 才有意义 而在上涨时 出现倒梯 才有意义 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差不多了 总结一下吧 虽然今天只加两个K线 但这两个K线 是抛砖云域 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K线的组合 会交给大家 所以大家先可以说一下 今天听课这个感觉 是不是对的 就是是不是你想听的这个东西 或者说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或者什么地方没听懂 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后面10分钟 咱们就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然后装软件 从这节课后面 大家知道了 你的机器上必须要有一个软件 不管你是装个什么通达信也好 装个什么浮屠流流也好 这都是你的事情 这个跟我没关系 你去装一个软件 你去装一个软件 这个必须要装 你不装的话 就像今天我必须要检查作业 你这玩意儿你不装的话 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你学的怎么样呢 是吧 所以来说你必须要装一个 下周是下周二 晚上9点半上课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装个软件了 自己装个软件了 你去装个什么 你自己去装 这个我就不去推荐了 好了 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那个吧 来后面就大家自己互动一下吧 大家互动一下吧 来说一下吧 难吗 刚才方磊问难不难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 不能 我还没听一懂 听到后面 我基本就懂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说不出来 就是讲情绪那里 有点 有点 就是感觉好像 感觉好像大概 知道 但是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后面那些其实是听得懂的 你说前面那些地方你听不懂吗 还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讲那个情绪那方面 就可能倒有点 没懂 但是后面你讲的那些 就是 可能就是还是没有 自己没有理解到尾巴 后面你说的那些 就懂的 前面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 哎 情绪为什么没懂呢 我觉得情绪很好理解啊 就是 就是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实践而已 就是 就比如说你们现在去买鞋吧 现在不是炒鞋炒得很疯吗 你这个如果买的人多了 卖的人少了 你这个鞋自然会涨 就跟股票是一样的 就跟股票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继续再说一下 比如说没听懂的地方啊 或者需要再解释一下地方啊 都可以啊 你继续说吧 没听懂 没听懂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拿出来说 你像咱们课其实现在有一大半都是在给大家整这个逻辑思维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整逻辑思维 所以逻辑思维太重要了啊 在咱们这个课课里面 对我还是觉得我感觉还有点情绪的方便 我还是搞得太多 哪里不懂 每天的 我觉得情绪的话是应该是不是这样 就是就像正题的话 就是刚才老师说那包子本来是0.5元 然后卖了1元 然后下降了0.8元 又卖上1元 然后就说明他后面还能卖高价 然后倒梯的话 就是说 他2块钱卖不动 然后又卖上1块钱了 所以他就会往下跌 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继续啊继续啊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讨论 拿出来讨论啊 下次打比方能够整一个高级一点东西啊 那就拦着拉面怎么样 本来卖个1块钱拦着拉面 后来卖成5毛钱 还有什么地方没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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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大家踊跃发言啊 怎么好像大家都没都不敢说话一样 我先说一下这个吴壮的问题啊 吴壮说每天的全球经济哪个网站最好 那肯定就是精实数据了 我发给你啊 我发到群里面 自己去这个网站 每天的经济数据都会在这里 会每分钟都会更新啊 每分钟都会更新 如果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 你还可以开个会员 他会有这一些 有些外汇的 有一些什么东西的 专门会有一个报告 吴总 开了之后能给我蹭一蹭吗 可以 吴总 开一个 我们都蹭一下 我给你开会员 你给我钱就行了 咱俩一起蹭 他妈 你家里妈又太签了 在乎那么点钱 说来让你记笔记 说来让你记笔记 我这个课程 大家最好能够 能够记笔记的记笔记 因为这个东西 我实话实说 我不希望大家外传 因为我这个课程学完以后 基本上 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就像我昨天说的 你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战法 我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 但是你如果有自己的战法以后 我保证你能够百分之九十五 能够挣钱 你只要有自己的战法 保证你百分之九十五 能够挣钱 而且不是挣一般的小钱 而且肯定比我跟江总赚得多 这两位家伙先生说法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不希望我这个东西 有太多的人去学 这实话是说 我不希望有太多人去学 因为赚钱的事情 大家知道都是自己扎着赚 没有他妈在那里吼的 大家过来一起赚钱 没有这种 就是自己学了就行了 你别告诉别人就行了 我跟你大家说一下 别告诉别人就行了 咱们也都是熟人介绍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说都是生的 也不需要 咱们也不需要去找一些生的 就这样 就这么多人可以了 赚钱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我是你 我也会做 对吧 你也会这样做的 赚钱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你学到就行了 你别跟其他人去说 你也别交给其他人 明白没有 同志们赞不赞同 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那就下课吧 那下课了 然后下次上课是在周二的晚上啊 也就是后天后天的晚上九点半啊 九点半 能下一节中午的课啊 鬼你的中午睡觉的 好